为啥空客的货机干不过波音 在米用飞机里面 波音和空客是公认的欢喜冤奖 一个是来自北美的百年巨头 一个是来自欧洲的技术新贵 虽然成立时间相差了54年 但空客应使用50年的时间 爬到了跟波音同等的地位 咱们用数据说话 2021年前11个月 空客交付了518架飞机 而波音公司只交付了302架 虽然737 MAX的事情 确实影响了波音的交付量 但总的来看 空客和波音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不过这个事吧 仅限于客机里面 因为在米用货机这个板块 波音还是一家独大 根据全球空运数据显示 全球1918架在一货机中 有88%都来自于波音公司 可以说米用空运这一块 波音吃到了肉 但空客连汤都只喝了半口 那明明在客机市场打得有来有回的 怎么到了货机 差距就这么大呢 有网友开玩笑说 因为人家叫空中客车 不叫空中卡车 好家伙 有理有据 但实际上 波音能吸掉全球近九成的货机市场 还是因为自身的格局 因为货机主要分成两种 一种是原厂货机 一种是客机改货机 原厂的先不谈 波音毕竟是百年鞋 这技术积累杠杠 就说客改货 一家20年左右的客机 经过改装 变成货机还可以服役15到20年 像波音737-800 还有波音767-300 都是典型的客改货 而波音的客机在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过机体强度和装载量的问题 它本身就具备了客改货的条件 你再看看空客 虽然也推出了A330客改货方案 但市场反应非常冷漠 这也很好理解 论运力你比不过777 论价格你也没便宜到哪去 那市场当然不买货 更有意思的是 空客甚至想把A340改成货机 这个航空迷懂的都懂了 你这5APO客机 拉人都费劲 你还想着拉货 也难怪大家说 空客想做客机 还得再走50年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